日本生可乐真的那么厉害吗 我现在很小肥 我家里的小朋友喝汽水 但是如果要喝 就一定要喝这个日本尽口的山虹 它被日本网友 称之为它是日本可乐界的天花板 日本生可乐和普通可乐到底有何区别呢 买了日本生可乐 没有是主角就倒入没有 称日本生可乐就是厉害 算下了一瓶可11块6啊 你们在超出的可乐是多少 这瓶普通的可乐是我花三块钱买的 今天试试带我看看这十几块的可乐 跟我的三块的可乐有何区别 我对比了一下他俩的配料 日本生可乐的配料里 就比普通可乐多了个西红盐 好家伙 加了点盐就敢卖我11块多啊 抛卷生可乐不残啊 大家觉得百诗可乐和普通可乐 哪更好喝呢 看别人居然全市场的朋友发的语音 都吃粤语 听了发言也听不懂 说什么喝完日本的生可乐 分钟都会发光 换过节的分钟是什么 为什么喝完生可乐分钟会发光呢 我还发现了他俩的不同之处 日本的生可乐是300 四个毫升 这个是300 三个毫升 多少时候都倒出来看一下 他俩的气包看着也差不多啊 颜色也差不多啊 我看罐子我还真分不清 视频里他说了 从日本生可乐和可乐剂的天花板 那他的味道一定有多特殊出马 接下来就看看喝完日本的生可乐 分钟到底会不会发光 我关于喜欢师兄的麻烦点 关注支持一下吧 多谢 生死中特毒已必 一代服务 无东 两款我都尝尝 先浅尝一下生可乐 再来一口普通可乐 说实话他俩的差距并没有很大 西品的话日本生可乐入口的时候气泡不多 在咽下去的过程就感觉气泡很多 生可乐还带点酸味 甜味的蛋一丢丢 而且我喝完也没有发现会发光分钟啊 都可以分享